主席 县长 副县长 美术长 各单位总管官 大家好 我先请教一下教育局处长 我上次提的运动船混沙案 还有游泳池的遮阳棚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做好 请主席才是处长 谢谢主席 谢谢预发议员在工作报告特别再次提醒 长期都有在关注我们北干乡亲在运动休闲 尤其是健康活动的设施设备上面的关注 上次特别也提到了跑道的修缮 我们都已经完成 有关遮阳的部分 我们在有限的经费里面就同意了议员这边的争取 那工所这边需求我们给了大概九十几万 将近九十九万多 那他们经过了两次到三次的招标都流标 那那天议员再次的关心以后呢 我就积极的去了解 目前他们公文上个礼拜来 我们已经含富 就同意他了 就是他们会做增加预算的部分 因为他流标嘛 做变更 增加大概二十几万 有他工所的预算来自应 那我自己也打电话给乡长 请他务必要积极的处理 大概是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他现在已经要上网招标了 我想那个速度应该很快 那很简单的事情嘛 对不对 只要有期差一下 那个做一下就没事了 他们会积极处理 我自己亲自打电话给乡长 说议员很关心 你们的好意 你们的好意被他做一下 变成花意了 对不对 我是觉得 我今天不是说什么 我只是说 因为这个事情我已经讲了很久了 每次开一我都讲这个事情 一些小小的事情 到现在还没有做好 我请乡长积极的来 相信每天都在那边上步 每天都在那边跑步 你看 你看 都是这种漆掉落 掉落那种 那边步道多漂亮 还有植栽多好 好不好 真的要务必 你最少今天也可以做好吗 油漆的部分 他们有需要 我们也可以协助 不过他们自己也可以处理 没问题了 对啊 已经钱已经都放下去了 没问题了 他们没问题了 对 那今天这几个月你可以做好吗 是 没问题 他已经要上网招标了 而且他已经在积极的处理了 好 谢谢 我会拜托乡长赶快处理 我有特别跟他讲 两位议员都特别关心 除了我帮忙一下 好吗 谢谢 应该的 应该的 不是大事情 应该的 应该的 谢谢预言关心 谢谢 如果再请教一下 那个就 我们上 上次上个会期 我们那个敏大呀 我们那个 请教一下 就是啦 我们那个 相名代表 我们上次相名代表 那全体的共同提案 那个就是我们那个 北干的靶场的事情 迁移啊 请问那目前那个 行情那个办理的怎样 请主席才是 那个 现场回答 好 请现场做回答 有关北干谈起靶场迁移的事情 我们正式新闻国防部 希望说配合地方的发展 能够迁移靶场 但是目前国防部的回复 就是目前是没有预算 他希望说我们能够迁移靶场 应该朝向这个代差代件的方式来处理 那目前就这种方式 我是觉得说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努力 那我也会请陈学生 立委 在积极的协调中 我想就北干的未来发展说 谈起八场的迁移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但是我们的目标 希望说有国防部编列预算来迁移 那如果有地方来 编列预算来迁移 我是觉得对地方政府来说 我们目前是不太肯定的 那我们会继续朝这个南向 因为我们的现场来报一下 因为我现在你看 周边的卫物局 卫生所 都在那边 谈起国小也在那边 所以这个一定要积极 这我们一定要 不然的话 真的我们都做好 把台北弄好 上课 学生上课 老人家看病 老人看病 小朋友滚托 都很忙 这个其实我们要积极 也要请那个陈委员 大那个 竞技计计计计帮我们去做 然后 需要我们那个 敏大一起去的话 我们议员说 我们都会去 好不好 这个是真的要忙碌线 对 因为这个 每天都在那边 你看 老人家如果在那边 生病 躺在那边 都是看到发生 没办法染病 是的 好不好 这个真的是要拜托一下 因为我们 我每一期 都有去 去提这个事情 是的 好不好 下期坐 谢谢 那个要真的 那个 如果需要我们 民意代表 一起的话 那 那个 我们就给现场一起去 要把这个事情 真的要把它 赶快解决 好不好 好不好 有关那个 我 針对那个 敞发出那个 那个 规范的 山坡 地理政策 因为本县 地理环境 特殊 不能依照 中央 水保局 所定的标准 否则将 严重影响地区 往后的发展 上个会期 以标议员也有提出 咨询 立委 陈雪森 他也有 很关心 所以 在立法院 也有提出这个 资讯 希望水保局 能够 依照马祖的地铃的 情况 特性 认定标准或淡数 应与 地方政府 再行 沟通 协调 这请教目前 进展的是如何 状况如何 請主席财士 查和助助長回答 好 請助長做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一番議員 今天 对山坡地的政策 进程 规划的问题 特别跟您报告一下 那因为山坡地的问题 那我们有 县长特别指示 我们一定要经过 充分的沟通 才可能让他往走下一步 那前一阵子 他已经办完 大概在 因为疫情的关系 在疫情以前 他们已经办完 各区段的说明会 但实际上也跟预言什么 我们在各个山村也都办过说明会 那现阶段就是他们现在 水保局局长想 亲自来拜访县长 那跟县长亲自说明 因为他们现在 可能要进行 那个委员的审议 那我们 来了没有 局长来了没有 水保局局长 对他想 来拜访县长 但是因为 因为疫情关系 一直没有排出时间来 他想亲自来跟县长 来面对面 来沟通 跟县长的情谊 就是说 要我们怎么样 把我们地方的需求 跟他说明 那这个部分我们一直 也跟委员那边有做充分的表达 我们希望说 因地制宜 不能说因为 对 确实是因地制宜 我们都是山坡地 是 如果都是山坡地 都不能任何的话 那我们这边根本 像盖方式那些 突如没办法 其实 他山坡地的主要用意 是说要保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 但是因为他有一部分小限制 山坡地 如果说山坡地 整个流角都是山坡地 是 目前是 那波多百分之五对 都是山坡地 那在这个部分 我们有要求说 我们希望说在各村落 聚落里面 不希望被化为山坡地 但是目前他们水保局的态度是 比较 没有办法 达成我们的这个想望 但是我们一直希望说 他要来跟我们亲自沟通 那委员部分也一直在挡 这个如果被他化成山坡地的话 都不要 都不要那个 是 对不对 那我们都不要盖房子 都不要什么 什么事都不能做 房子是可以盖 跟议员办法一样 房子是可以盖 你山坡地怎么盖房子 不是 他可以那个水土 水土保持 对对对 一旦被化为山坡地 他确实有一些限制 但是我们这个部分 也还在 我们一直在坚持 这是我们的底线 这是我们的底线 我们希望说不要把 不要让他化成 村落不能化成山坡地 要不然我们到处 乡亲盖房子 确实会有一些限制 真的是 如果真的被化成山坡地 我们全马路都不要盖 都不要盖房子 是 去盖上海上去 这个部分 我们会跟水保局里面 充分保持沟通 对 那那个 那个助长请坐 那我请教一下 那个县长 那个 你的看法是怎样 请出席才是县长 现在做个回答 好 请县长做回答 谢谢 毕发议员 那我们还是觉得说 这是山坡地的 划分以及公告 一定要因地制宜 那依地方的 整个一个环境的一个状况 以及地质的状况 要有因地制宜的做法 那这个部分 我们也希望说 因为目前的法令 就是以台湾地区 来做一个规范 我也希望建议他们 能够参考一些别的 包含香港澳门的状况 因为我们观察像澳门 跟马祖的状况也是很像 它都是一样的山坡地 但是它一样盖很多的高楼大下 那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一直维持这样子的建议 但是跟水保局之间的意见 还是不能够整合 那立委也是非常关切这个议题 那我们最后一定会 以地方的发展 民众的权益 就是为考量的 主要的因素 会继续跟水保局来沟通 在没有达成共事之前 我相信 我们是不会公告山坡地的 对啦 像这个事情 请现场还有陈立委 问一下 那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 那个 请教一下 大丘 连外道路 连外桥梁工程 以106.12月份开工 一定要在11年11月完工 请问目前整个施工的进度是如何 是我可以预定在其成内完成 请主席才是现在做个回答 大丘连外道路 就是大丘桥工程 那它虽然是一个500公尺的一个跨海大桥 但是因为那边的一个水流以及水深状况 它的工期的一个状况跟困难都比我们预期的 超过我们的预期 特别就是在东北季风开始的时候 根本是没有办法施工 又因为这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 依照这个法令的规定 以及他们的一个 这个施工的一个专业 依照法令的规定 那我们公期啊 目前会延后到112年 那详细的情形 是不是我请公务处处长跟你做一个报告 好可以 是下一个 建长请做公务处处长做回答 主席 谢谢预发议员 关心大丘 因为我公众报告有讲过 对 那目前进度是 实际进度是32 有落后了10% 那因为天后的因素啊 还有船只机具的派遣 在海上施工 困难度确实比当初想象要困难多 那又因为目前这个主要的包商 滑旗营造 公司自己的财务的状况 所以跟合作的共同承软厂商 新庆牙营造有限公司 两个之间最后面有一些 呃 因为这个疫情及财务的因素 所以目前由共同承软的厂商 新庆牙营造 另密另外的厂商来寄售后面的工作 那目前看来在7月14号 这个已经密得这个叫东批营造 在金门大桥施工的团队 预计在已经7月14号已经寄售 合约也签了 那他们预计呢 在今年的下半年 会在台湾做上部结构的结块 那至于下部结构 预计在明年的春天 就是过完以后 明年的春天 他会从金门做两组的 这个海上机器轮马 到大丘的那个海域来施作 那施作的情形预计会在 他那个东批的王董 预计能在明年的年底 就是111年的年底 会把所有的工作做好 但是我们的工期 依照疫情跟海上的工期 跟合约规定 浪高1.5米以上 就不算工期 已经延到112年的8月 那可以吗 111年 明年的8月份 不是112年 112年 那预计能在112年的年头 就是大概 春天的时候 三四月的时候 会把这个工程 全部完工 真的啊 是 那还好就是 目前就是 华旗营造不做 的情况下 或新晶洋 找到了 那我们那个全北干的湘英都在怀疑 这个到底是 什么时候可以改好 呃 我们大概明年的春天 就会看到 这个 东批营造会从金门 签了两部 跟现在的能量 大概是 比现在的能量 还大上 三四倍的一个 两套基距来 今年年底 不是七八月份 今年年底是在台湾做结块 那明年年初 会从金门 会进 两组人 两组的基距来 做这个基距 那预计也能在明年的年底 就是明年111年的年底 能够把下部结构跟上部结构都可以看得到 可能他的气候没有 没有那个吗 气候 关于气候 气候变化的话 东批营造的王董来看过现地 他觉得以金门的这两组的基距来 来做的话 应该是没有困难 应该是没有困难 那气候那个东北气候都没有关系 东北气候的部分 他们就在路上做结块 跟P1跟P4的基础 那等东北气候过后 明年的春天 他们就会进驻基距 然后很稳定的情况下 大概六到八个月就可以做得完 那我在那个额外 那个额外提外话 我在那个警察处理一下 因为现在那个 这个做桥没有做 但是现在那个大丘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临死码头 码头灭下已经下限了 而且码头灭因为你现在那个 那个客床啊那些 如果战草的话 随时战草的话都满在上面 那个停波什么都很危险 旅客又到时候旅客多的话 真的是很危险 我的建议能不能 因为少数的经费 少数的经费 少数的经费 再把路面加高一点 这个 能不能加高一点 因为那个少数经费 去把路面提高 提高一点 它的靠床 如果那个 草气大 大草的话 它也可以 也可以靠 也比较不会有危险 你的看法 大丘码头大概是 民国九十五年左右 把二旗的突堤的部分做完了 那也做了大概 将近十几年 这部分我们也有检讨 就是 现在的全球的 海平面提升 确实在大潮的时候 那个床没办法靠 而且靠上去都要跳下去 真的很危险 都要跳下去 对 这个我们也发现这个事情 那至于要不要加高 或者其他的方式去处理 我们也在研究 比如说 像日本那种碰墊的方式 可以从那碰墊的阶梯走下去 或者是说 把整个这个 码头面加高 这个我们会去做研究 其实你这个只能 你也不能加残 加残因为 它那个码头面比较瘦 很瘦 不会很宽 加残要花很多钱 加残也是很麻烦 加残因为你瘦的话 越残的话 越危险 你看只有加高一点 这个我们回去会做研究 加高其实 加高 那个其实 在那个 十公尺和二十公尺 我们去年也对这个大丘的码头的碰墊 也失作了 碰墊 碰墊就是因为 船高的时候 水位高的时候 有的碰墊是靠不到 所以我们 对这个大丘码头碰墊 我们有加了好几处 好几处 让它可以靠 就是水位高的时候 碰墊也可以接触到 其实那个真的要加高 因为不管以后桥 桥链怎样 那个码头还是有用处 对不对 如果是说这边 朗干的有客要上 他如果也可以坐船 他不见得一定要在北干去下 去做那个 他在朗干这边也是一样 可以直接到那边去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你看看能不能 用什么方式 把它真的是 我们会研究细靠的部分 然后 跟那些 有客 那个 一桌船大本 那些呢 讨论看看 是 什么方式 做会比较适合 好不好 去年我们也做了 这个 还有一个细缆庄 也做了 也做了 对啊 就是这样 因为他就是湛槽嘛 湛槽 那个大槽系的时候 把它盖住 盖住 如果你有客的床 靠进去 一定 一定是非常危险的 是 我们回去做研究 是做 如果需要我帮忙的话 也可以找我们一起找 好 找那个 谢谢预发预言 愿意帮忙 谢谢预发预言 你找 我刚才就讲了 巧做好 他们这把头 还是有 还是有愿道嘛 是 对不对 谢谢预发预言的帮忙 我们到时候会找预发预言去慧康 好不好 会看看怎么办事 然后让这个床 比较好靠 然后人员比较好下去 这样好不好 我请教 那个助长一下 那个 把你的中澳口 把你的中澳口 那个码头 是算码头 还是算什么 呃 这个 是 以前的这个临时码头啦 那现在就是因为 山崗区没有化到那里啦 只能算是一个 one out的一个码头 那码头 那码头 那我请问一下 山崗是不是码头 还是 山崗 山崗是海蹄 海蹄 海蹄 然后后来就是做个修正后 对 你现在想海蹄 那没错 那我们中澳口 冷不能 也想做一个海蹄 以任务方式 就是加长做一个提示型的 那个冷里面如果做好 避风 避风感 避传的避风感是非常好的 这个我们有请 那个水利署的长官来看过 因为他目前是 不是他们列管的海蹄范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也没有 后方也没有所谓的遮蔽物啦 也没有需要保护的标的啦 第三个就是说 因为如果真的要做海蹄 因为现在凸蹄凸出去 在这个事关经费相当大 那今年度我们也会看了 也跟王恩施卢先生 还有几个也会看了 也做了 已经发包了一个碰垫 大概花了90万要做 两侧的碰垫 也发包了 已经发包了 我是说因为他们也提出要求 希望政府冷不冷 做一个 就做一个检疫码头啦 我们也不要说 现在这个碰垫做上去 那不可能 那个地方不可能说上海 检疫码头做 我跟一般委员报告 现在碰垫做上去之后 它就可以是个检疫的码头了 我们做一个碰垫之后 它就可以是个检疫的码头 他是斜的 你应该做平的 或者说稍微再做几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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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石块 摆上去摆到前面 稍微加长一点 也是一个很好的 他斜的是 目的是不配合潮水位 对啦 如果可以的话 做一个小小的检疫 检疫码头 没有 我们现在正在做碰垫 碰垫 两次都有做 正在做二十个碰垫 那个防悬财 都有做了 我是说 真的是 因为 相信有这个需求 对 我在这边 谢谢 表达一下 谢谢 谢谢 真的 那边也有几艘 而且如果 正在那边 如果可以做好一个检疫码头 做一个避风港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我们去 好不好 考量一下 我们现在就是 山岗范围的经费 没办法应用到这边 这个我们比较 那其他的经费 我们已经在 这我知道 这我知道 看看有没有 别的经费 可以处理到这个事情 我们也请 航港局的召集人 召集人 召集委员 几个都去限定看过 限定看过 他们也一直觉得说 这个 这个山岗的经费 用到这里比较 不符合 但是我们也用其他的经费 像今年的碰垫 我们都是用其他的经费 来挹注 然后让这个 其他的床 能够很顺利的靠在两侧 也让这个 所有的货物 或者是 所有的渔民 它可以上下 很方便 好啦 谢谢 那下次说 你尽量啦 还有那个大邱的那个 那個架高 真的要架高 到时候 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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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络我一下 好 那到时候 请一发言再给我们协助 好 谢谢 谢谢 上会